这条回到国内来关心的是昨天登场的这一场总统大选副总统候选人辩论 亲民党推出的副手人选林瑞雄场上的表现格外令观众印象深刻 怎么说呢 他讲话思路太快 说出了不少令观众难以理解的用语 就连负责同步翻译的首语老师都说 差点反应不过来 亲民党副总统候选人林瑞雄轮到他上场 不只观众听了狂貌问号 就连小匡里的熊宇老师听到这番言论也稍微顿了一下 搞不清楚台上到底在公侠会 他是三个字坐在一起说 都黏在一起了 所以昨天真是有点尴尬 我二十年天到完到正没有人变化 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工作 我感觉EQA做好一点更重要 所以两岸的关系一定要更融洽 怎么两岸发展会跟龙虾有关联 原来是龙虾融洽傻傻分不清 首语老师坦诚 尤其是这种突发的引经据点 真的是超大挑战 古代就说了 可以富人挨持穷途 还想去要让有句台词 叫三野BOT 海野BOT 不管是搬出古人说话 或是自己加进电影台词 把该分开念的英文缩写黏在一起 林瑞熊出什么招 老师都是面不改色 继续硬着头皮比下去 我心里头会有点 会有点下口 可是我们不会表现出来 因为翻译本来就是 给发言人 他是什么样的语态 我们就是什么动作跟表情 还有观众说 老师都被林瑞熊的S型眉毛吸引住 S眉在面向学上 可是代表走声音路线会勾才才愿望 辩论会上林瑞熊这位政治素人 独树一个的表达方式 成了亮眼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